2021年10月15号 安钢集团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受到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 安本重组整合半年目标任务已顺利完成 管理体系深入对接 业务协同高效实施 整合效益改革红利逐步释放 一季度 安钢集团净利润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今年以来 本钢板材热联闸场 通过对生产线重要环节 进行工艺参数调整 使每块钢的炸制节奏最快提升6秒 每小时可多炸三块钢 一季度生产汽车板52.3万吨 创历史最好水平 我们将以汽车板 以及宽腐高枪钢为主打产品 为完成全年生产经营任务 创造出新的品牌 创造出新的佳季 聚焦市场化和精益加 打造灵活高效的经营机制 本钢北银公司 一季度连续三个月盈利 一举扭转十几年来 长期亏损局面 矿业公司在市场化改革基础上 加大三项改革力度 一季度铁金矿产量 也同比提升2.3% 创下历史新高 安本重组是一项六错并举的综合性改革 重组半年 安钢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 本钢51%股权无偿化转 本钢债转股以及本钢混改四项改革 已顺利完成 安本整合融合及本钢市场化改革 不断深化拓展 完成了以本锡钢铁为主体的44亿元债转股 资本结构进一步优化 实现了股权多元化 资产负债率下降了2.76个百分点 同时通过引入优秀民营企业 建龙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 完成了本钢混改 在2000万吨级产能规模的 国有全资钢企中 本钢是唯一一家实施混改的特大型企业 安本充分发挥重组整合 带来的产供销全链条协同优势 在既定快营项目 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 今年又新增了 矿用汽车电动轮国产化 等四项快营项目 进一步加速释放协同效应 实现共利共赢 包括统筹进出口资源渠道平台 和拓展研发资源的成果共享 以及聚合咱们大物流整个平台优势 还有铁矿资源的统筹配置等方面 我们一共建立了67项快营项目 那么到目前为止 累计创效是10.82亿元 今年一季度 在面临钢铁市场大幅波动 以及国内疫情多点频发的影响下 安钢集团利润总额 净利润铁金矿产量 仍创下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主要指标在中央企业和钢铁行业排名前列 上缴税金和投资明显增长 发挥了中央企业稳定器压仓实作用 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度进一步增强 本台报道